这是一场空龙爵MMA54公斤女子对决 张维利24岁93副163公分 爱丽丝阿德里恩27岁93副160公分 观众朋友你好 这里是空龙爵世界极限格斗大赛 这是韩国战的比赛现场 在下解说张泰海 大家好我是张文琪 这是一场54公斤级女子MMA比赛 其实今天的比赛是空军龙斗之夜的第五级 双方一开局就拼得很快 对女选手一般都会非常凶快 而且速度很快 两人全来脚往都有动作 蓝方是张维利 两人换拳 连续的左右轮拳 爱丽丝这个迎击很准 张维利接腿摔之后顺势倒地 现在是在一个封闭式的防守里边 张维利现在在做一些拳的打击动作 双方爱丽丝这个腿在往上挪 似乎要布置一些其他的动作 因为女选手的柔韧性 对于相对于男选手来说都更好一些 所以一会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高位的锁迹 然后两条腿会架得很高 我们看现在就是一利用自己的柔韧性 尽可能用两条腿能够盘住对手身体的上方 给对手造成更大的压力 而同时这样对方这个选手 基本上位的选手他的移动会受很大的限制 身体的各种角度受限制 以及发力力度上也都会受影响 而作为上位的张维利来说 他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能够支起来 然后用自己的体重打出地面垂肌 这样子才有可能对对手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 张维利现在似乎是也不太想逃多 双方对方这个腿的控制 就似乎想在上位用锤击和结合一些其他动作 而对方也现在又锁死了 双脚已经大扣了 现在很少见的 在下位有一个身体三角锁锁住对手 在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锁得很紧 会对你腹部 这个呼吸 甚至是一些疼痛感在这边 因为有横隔膜嘛 对 所以会造成一些很麻烦的影响 这时候我看张维利在上位啊 虽然说没有发力的位置和发力空间 但是他依然在做一些身体的打击 可是这个身体打击似乎给对手能够造成的 这个伤害并不大 因为我们看这个下位这个爱丽丝啊 腿部的控制和双手对于张维利的控制都很紧 手机很重 借着身体这个压力 往下砸下来 二立一合 刚才那几下 张维利刚刚有一圈撒在地板上了 这很吓人啊 以为是打在脑袋上了 对 现在又已经会过腿了吗 好 侧面 来一次 到南北的位置 也就是双方的头啊 各冲另外一个方向 是的 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地面技术的发展啊 一些传统的柔术动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双方南北啊 这样一个位置做一些一个 琴锁的一些技术 看到张维利对于地面的控制啊 把握的还是相当的牢固 嗯 两条腿的位置和胸口压住对手的这个压制位都是做得不错 是这样呢会让自己这个身体的重量呢 会压在对方的这个这个重心之上 让对方很难做动作 没错 现在他还需要一些摆脱对手这两只手的缠抱啊 来进行头部攻击的这样一些机会 哦 两人你看啊 在地面有转移移动的动作 做得非常精彩 下位 爱丽丝 始终在寻找啊 能够踩到龙网来蹬的一下 把对方能够搬过去的这个机会 是 而且刚刚其实有一个小细节 刚爱丽丝去蹬龙网的时候啊 张维利有一个抄对方腿的动作 就是破坏了对方这个 蹬龙网 蹬的力 我们看 齐称了 齐称了 不错 很快的速度骑上 连续的锤机 漂亮 张维利 张维利非常顺畅 打法很凶悍 手机 漂亮 漂亮 连续的地面锤机 哇 这个速度 这个力量 是 你看看 张维利上升 那个肩膀上面的肌肉啊 对 这个是平时练拳法 练打击 练的很多才能有的这样的肌肉形线条 但是这个十字构 好 小子十字构啊 这边手肘的位置有一些歪 女选手的柔韧性又很好 我们看漂亮 又是一个翻转 现在十字构 还有 因为手肘的位置 现在还是弯的 你看到吗 那个师傅要反着劲 他这是顺着劲 手肘这个劲一定要反过来 双方刚才这个地面的攻防转换啊 非常的漂亮 张维利一旦到了地面 感觉他就非常非常凶猛 是 而且张维利这个骑称动作 做得非常彪悍 没有其他动作铺垫 就是一个膝盖 直接就压了进去 用自己的力量 那速度直接就能做骑称 对 我感觉张维利在上位的这些压制啊 甚至比我们很多男选手做的都要好吃了 你看 在这一次接腿穿过程之后啊 他就转眼没有让对手能够站起来过 连续的腿踢之后 来到南北的位置 我们看第二回合啊 双方式能够继续使用 自己过去的鸡蛋树呢 还有所调整 尤其是爱丽丝 我觉得如果用这样一个大法打下去的话 不会有优势的 好 第二回合开始 张维利是低扫开路 然后尚未有这个拳法来跟进 中刀连续的左右 漂亮 哇 哦 掌机 后手啊 很重啊 连续三次后手命中张维利 是 张维利还是要场上要灵活 不能只是想着跟对方角力和进入禅暴或者地面 因为毕竟在进入这个禅暴之前还是有打击这一关要过的 对 好啊 女拳手的相对拳头的力量比较轻一些 我觉得的话就会出状况 这个后手啊 呃 现在是 对 这个爱丽丝抓住这个这个空档 后手打得很准 好 哎呦 张维利 力量看 十足啊 显然也是摔法为主的一位女选手 摔法 底面又是来到了将近侧面控制位置 而且她有个很好的习惯 你看 她用自己的膝盖啊 对 压住对方一条腿 呃 对 对方一只手臂 对 所以说这让对手一半的防守是已经是被瓦解了 是的 我连续的推肌 头部完全暴露出来 我腿 我其实还是特别期待看张维利这种叫强势骑乘 对 他的骑乘非常漂亮 非常的迅速 而且整个骑乘动作非常的有力度 我们看这一回合还会不会有 可是显然他在这个位置上现在已经布置了太多动作 呃 有可能要做一个肩部的控制吗 没有 还是想要把对手先压平 对 然后再做下一步动作的部署 我看现在爱丽丝 她的是一只另外一侧的那个手臂啊 也被对手压在了腋下 是 呃 诶 双方又来到一个南北 诶 没有 对 因为是难 因为原本被压制的很难受嘛 所以爱丽丝只能往另外一边 是 来挪动身体 哇 相信张维利啊 应该是有相当不错的摔跤或者是柔道的背景 这个压制是相当的牢固啊 啊 并且双方这时候在地面互相做转移啊 嗯 啊 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啊 现在在许多的男女拳手当中都很少有这样很精彩这种一套 又是锤机 打腹部 好 终于能够翻转过来 看看 好 这时候张维利的手臂 哦 好 张维利又做了一个 哦 翻转太漂亮 地面移动太漂亮了 这场比赛 好 背部 双螺脚 哦 现在是对手还锁在他的下巴上 还没有完成进去 嗯 对 你看 现在还没锁住 一旦你的肘肩和你的小手啊 手臂直接是穿到对手的脖颈下方 嗯 像是才能锁住螺脚 其实有时候啊 我们呃 这场比赛我觉得精彩 最大的精彩 就在于他的这个移动和双方的一个地面转移 对 因为有时候啊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个降伏本身技术 其实降伏技术本身的实现 更多的是靠移动来来来来成型的 哎 这个时候 呃 张维利还是在继续布置自己的裸脚动作 嗯 但是呢 这个手臂呢 呃 使用是没有完全进去 呃 张维利可以啊 先进行击打 对 然后等对手被打愣了 再进行锁机 对 漂亮 看 翻到另外一边 这时候其实呃 张维利的双脚搭扣啊 嗯 呃 虽然大的比较严 但是呢 你看啊 这时候哎 对对方 我们要注意这对方这个腿的控制 还有一分钟 不要着急 现在是处在完全优势的一个情况下 是的 现在要小心 对手 慢慢的 哦 这个有空间 这一下 劲得非常实际和好 对 有时候 啊 现在感觉有点被拉平了啊 打击 40秒 还有40秒钟 打击 哦 还是没有完全进去 海里斯的防守 非常的牢固 40秒 走了 再走 好顽强啊 哦 这时候张维利只是手腕的 自己这个手腕的位置 进入对方的这个下巴之内 呃 海里斯 还是用自己的另外双手啊 是把住了另 对对 拍了拍了 漂亮 漂亮 恭喜张维利 呃 一直在做一个 嗯 呃 非常漂亮的一个挪脚动作 我们的场合 这是什么 让您不再做一个 是 虽然 Ronnie 我 我 共产 但是 我 我是 不 我 你 我 我 裁判裁定 蓝胖学生团第二位做四分四十九秒 背后裸脚降服获胜